河北的民眾說 當地政府控制農村 燒煤取暖的手段 讓人們隱約的感到文革的味道 它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河北的越建說 因為大陸盲目的追求經濟發展 空氣污染非常的嚴重 影響了國外的投資項目 政府開始了對農村燒煤取暖的調節 今年秋季 有很多人已經買夠了冬季的煤 於是鄉里要求人們去指定地點 換捷徑煤 告訴人們 冬季會用無人機監控 發現誰在燒以前的煤 就處罰村幹部 村幹部為了自身的利益 領著鄉里的人到處查找誰家藏了以前買的煤 人們隱約的感到文革的味道 共產黨對善良人的欺壓殘害 早已經超過日本鬼子了 只是他們一直用各種手段欺騙人們 比如 現在對香港的鎮壓 黨媒每天都宣傳武力鎮壓的合法性 把遊行抗議描繪成暴徒黨 人們也許能在這場歷史大戲中 揭掉共產黨的話題 越界退黨 很多人的狀態 我們可以看看 很多人的狀態 但是我們也要把時間 可以測出來